你別看見我好像看鬼一樣,行嗎? 什麼事? 什麼事?你別裝作 告訴全人你發惡夢 你騙到其他人,你以為你騙到我嗎? 我知道,你還在生氣 上次代購那件事嘛 我沒有 你生氣我那天做新郎? 我無辜的,你以為我真的很想做嗎? 你要生氣的就是拍片我的頭皮 都說了我沒生氣,你別在這裡亂想 我有急事,我先走了 是嗎? 根叔,出來貼餐 沒問題,我幫你帶你 你們坐在這裡,我來貼餐 我們今晚沒有煮飯,你們叫我去買吧 沒理由,我明明聞到有飯香味 怎麼會沒有煮? 就算有煮,也沒遇到你們 怎麼會?根叔剛才說沒問題 是呀,阿壯,你一個就說沒問題 那是怎樣?我有問題? 風少爺,June今晚回來吃飯 有他就沒我嗎? 就是這樣,素素昨晚有事發惡夢 嚇到醒了 直到今天早上我看他還是傻 他還要坐在床上,還沒睡過 是呀,他快要回來,快點滾吧 是呀,避忌一下吧 我… 偷聽人好像不太好 既然做到這樣,儘管聽聽 最近怎麼樣?是不是還犯同一個夢? 都是穿著婚紗走來 上次我問你對婚姻有什麼看法 你說沒什麼看法? 所以這次我想再實在一點 想問你夢見自己穿著婚紗的時候 有什麼感覺? 是幸福 我是孤兒 從小到大都很想見回自己的爸爸媽媽 有時候我都會幻想 我有自己的家,有家人 聽起來一個家對你來說很重要 是的 不過要有家就要先找到我的Mr.Right 找到我的Mr.Right 我的人生就會變得很不同 所以穿婚紗就代表我已經找到我的Mr.Right 這天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很期待 這次是你人生第一次穿婚紗 要不是因為要幫朋友 就算給我多少錢 我都不會穿婚紗的認訊 為什麼呢?因為那個婚紗款也不是我喜歡 而且那個場面也不是我想要的 最重要的是 那個新郎也不是我的Mr.Right 所有事情都是一秒間發生 很急,就好像我很隨便嫁給別人 那就一輩子了 我想我知道你不斷發噩夢的原因 你在毫無預計的情況之下 被迫著穿婚紗,講細詞 所有事情都和你一直期待的 有很大的落差 那就是說,不關他有沒有打黑枝的問題 無論是誰做新郎 我也一樣會發噩夢 雖然你明知一場婚禮是假的 但是前意識你很介意嫁給別人 這個婚禮,這個家 根本不是你想要的 如果當初我剃Candy做新娘 就什麼事都沒有 那天我也有份叫他剃Candy的位置 那就是我也有份搞到他剃噩夢了 為什麼又是你?你想怎麼樣? 我等了你很久了 你為什麼整天都要照顧我呢? 我都說了沒說謊 我真的有剃噩夢的 我來是想告訴你 如果我有一個方法 可以令你以後不再發噩夢 你信不信我? 你是不是又想叫我去看醫生吃藥 我試過了,沒用的 我又不是真的有病 我不想再浪費錢 放心,我的方法 你一個崩也不用花 只需要你半小時的時間 半小時? 我要和你正式離婚 由拍攝那天開始算起 你們足足做了十四天夫妻 因為種種原因 最終你們不可以在一起 想起來真的有點可惜 我做得太多這些離婚案件 所以說慣了,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文件已經準備好了 你們在上面簽個名字 就正式生效了 慢著,在簽名之前 你們有什麼話要跟對方說? 有什麼話要說? 只是循例而已,很來好去 或者你們把一直在心裡的說話 趁這次機會說出來 過了就沒機會了 盡情數對方 這樣會比較逼真 我還有人遲 你啊 看錢看得這麼重要 什麼錢… 不跟你說錢 難道跟你說心嗎? 原來你沒心的 你沒心的話就不要嫁給我 我可以嫁嗎? 你們有給我時間想嗎? 我知道你不是自願的 但是這樣 現在看到我不想像見鬼一樣 這樣做夫妻也沒意思了 你不要說得好像我錯了 你不是一樣 看見我就句句都當著你 你打扮來說的 我有自己意見的時候 我就當著你? 你對其他人不是這樣的 只是這樣對我 我做什麼你都看不上 根本從一開始 你的心就有另一個女人 你放不下別人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這個人也挺小器的 小器那是你 那次在車上山頂 慕情情趕了下車 留下自己一個人在那裡 最後呢? 最後我自己走回下山 走到我咬柴 現在回想起來 你根本就是全心玩報復 你姓賴,你這樣當然是咬柴 當然了,還有我說了很多次 我不是報復,我不是有心的 那你為什麼趕我下車? 你說吧,出不了聲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覺得你越罵越古怪 盡禮做一場戲 你會罵得這麼認真嗎? 真的有點假,假到最後又好像有點真 我沒教養,你要用兩種坦白說的 我哪用一種坦白說的 兩位應該數夠了,可以簽名 我先幫你簽 好,完成 一武競城有得看了 還有很多精彩的片段等著你 記得訂閱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不怕錯過任何最新上載的片段了 記得訂閱TVBUSA的嗎? 記得訂閱TVBUSA的視頻